今天总算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,吃上了波士顿超级难排的穿山甲,不想排队的我们,在餐厅中午一开门就进来,真是刚开几分钟就都坐满啦,餐厅古色古香,服务态度很好,服务员眼睛也很亮,看到我们有没怎么吃的菜就马上来询问一件。 我们点了几个小红蔬推荐的特色菜,觉得最棒的是舌尖上的蛙跳和香土烧白。 晾一白肉也还可以,但一滨燃面辣子放多了些导致面条口感不好,因为不能吃辣。 果果点了川西炒面,下次可能会试试看炒饭,总的来说体验还可以,给2023年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。